欢迎来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好我们呢 呃 赶快好 来看一下 呃台北股会市 呃台北股市呢 目前呢 是涨了八十点九八点 指数来到两万零 两百二十七点五三点 今天是三二十九青年节啊 呃 很多人大概都已经忘了 今天是青年节了 然后呃 今天呢 嗯 对于股市来讲就这一季啊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下礼拜一呢 就是新的一季开始了 好呃 上涨八十点九八点 指数来到两万零 两百二十七点五三点 我们来看一下呃 亚洲主要的股市 日经二五指数呢 今天涨了一百五十五点零八点 呃 指数来到四万零三百二十三点 一五点 涨出是百分之零点三九 上海恒生指数呢 今天是休市好 因为在放复活节假期 我在香港的时候呢 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香港的假期 其实挺多的啊 他佛旦节也放啊 然后耶 然后复活节还 这East的假期呢 他也会放啊 但是呢 他的呃 他的春节就农历春节的假期呢 像两岸的农历的春节的假期都比较长嘛啊 香港就比较短 好像放个四天还是三天还几天就 就就就就恢复上班了啊 但他其他的假期好多 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也放 那个也放哈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呃上证指数啊 我们来看一下路股啊 嗯上证指数呢 目前呢是涨了14.90点指数来到三千零二十五点五六点 嗯深圳城址呢是跌了二十点七零点 指数来到九千三百二十二点二二点 好呃现在在台湾来讲 大家当然最关心的啊就是保龄茶室啊 这个呃米酵菌酸所产生的问题 不过这个就还是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疑点啊 就好像在拼图一样 我们现在只拼出了第一块图 呃全案的全貌呢并不完整啊 因为呢王毕胜呢 他在昨天呢召开的呃晚上的紧急的这个记者会 呃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有两位不幸呃死亡的案例啊 呃他也是只有在一位 好他是照王毕胜的讲法 是只有一位验出了米酵菌酸 但他并没有讲另外一位死者身上 到底有没有验出米酵菌酸 好那所以那难道米酵菌酸是真的是致死的原因吗 好还是有其他的因素的交错作用 但是米酵菌酸的确是出现了 那这个是这是我们第一次碰到的啊 呃因为呢这是台湾的第一次碰到呃米酵菌酸的这样子的毒素 所以呢呃当然是会非常的恐慌啦 在这个拼图呢没有完整的拼出来之前的时候呢 呃其实所有的专家啊呃官员啊 其实他现在呢大家呢都还是在都还是就只能够从文献啊 其他国家发生的案例文献呢来去试图找出来答案啊 所以说要这个事件的完整的这个真相呢 可能真的还是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哈 那而在这段期间里面呢所造成的就是大家觉得 哦什么什么什么玉米好 然后哪里呢都可能含有这个米酵菌酸 然后就都非常的呃恐慌啊 的的焦虑感是可以理解啦 但是呢我真的还是劝还是呢 是嗯劝大家说也不要太过度的焦虑啦 嗯因为呢呃所有像这样子的一种新的这个个案啊 在一出来的时候呢他他很重要的就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过去呢对于一些饮食上面的这个习惯呢 呃还有一些鸡飞城市的这个习惯呢可能要改变啊 比如说像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呃你很多的那个食物呢 你放在那边哈你放在那边你吃的时候呢你吃了没有立刻把它吃完 其实就要把它冰起来哈 然后呢呃有我们我们呃有一个习惯就是有的时候大家怎么在外面啊带这个热食回去的时候呢 呃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就是凉了啊再冰起来这也是不对的哈就是要立刻冰 然后我们呢到了我们很多外食族嘛我也是外食族的一一部分哈我很少很少我极少极少的开火哈那你到了这些的大卖场然后饮食街去吃饭或什么 这种嗯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防不胜防啦哈但是呢就是不要掉以轻心就是了啊呃你如果说呃有吃剩的哈然后你想要打包带走的话呢那你就你就赶快回你就赶快回到一个回到可以去冰东西的地方吧不要在外面呢又完了又完了逛街逛了几个小时之后呢然后呢再回去猜再回去呢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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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哈我之所以说这次的呃案例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拼图还没有拼完的原因是在于是只有一位死者的身上呢验出了米酵菌酸那另外一位呢有验出来吗然后呢其他的呃其他有呃吐啊什么的症状的的朋友的身上呢是不是也含有这样的米酵菌酸呢 那如果说是现在大家指向说他是在清这个过期的呃食材啊因为他本来在这个月底保龄茶室他在这个月底他就要结束营业了嘛那如果他是清这个过时的这个呃过期的这个食材呃食材里面呢产生了这个米酵菌酸的话那为什么这么多天下来他也卖出了不知道多少份了然后营业的时间那么长为什么有些人吃了有事有些人吃了没事呢所以这都还是要 要需要进一步的去厘清的哈然后呢我再运用一点时间呢再讲一下哈这是有关于马英九呃要到北京呢去马席二会的这件事情啊因为呢我昨天就知道说Rosenberg就是AIT的理事主席呢又要到台湾来了啊因为呢下个礼拜呢他已经啊约了一些相关的人我也是从这些相关的啊不管是国民党的人啦或是一些重量级的学者里面呢知道这个讯息说哦原来Rosenberg又要来了啊但是因为 因为呢昨天呢还不确知他来的这个时间啊所以我昨天就暂时就没有讲哈那今天呢这个联合报这个跑华盛顿的跑华府的这个记者呢张文新呢他应该是独家的这个报道啊就是Rosenberg呢呃三个月第二度啊下周访台然后他到的时间呢是呃下个月二号他就会去拜会就四月二号就要拜会总统府跟国民党中央那就表示他周末就会去拜会 就会抵达啊就会抵达台湾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很悬的地方就在于是说马英九呢四月一号呃要到大陆去访问啊等于是说马英九呢前脚走然后Rosenberg呢后脚就来了啊呃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呢跟我过去这两天来我一直觉得啊 就说呃为什么习近平呢要在这个时机点上呃赖清德即将要520就任的时候呢他要见马英九呃的这件事情呢是有关的哈就在于是呃美国在美国在过去呢这段时间试图的透过不同的这个管道哈要去节制啊呃赖清德这个危险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啊上任之后的两岸形势啊 然后可是呢美国呢的表现呢我相信呢对大陆来讲呢是不满意的啊因为即便是呃美国的副国务卿这个坎贝尔啊坎贝尔就大家都说是印太沙皇嘛啊然后他上任了当任这个国务卿之后呢他固定的啊跟这个北京呢的副外长他们展开有个密切的沟通他们才刚刚在这个美东时间26号呢通了电话啊也是针对台湾的 美国的南海形势来去谈论啊呃还有南海啊各方面的这个议题来谈论啊有没有这么的急Rosenberg呢就非得要赶着到台湾来而且蔡英文呃而且肖美琴也才刚刚去也才刚刚去美国啊肖美琴去美国一定会见他的好朋友Rosenberg而且甚至于呢会见到更高层的啊美国的国安会的或是什么体系的人我都不意外 因为呃肖美琴这次去美国名义上面呢是去收收他的这个行收拾再进一步的收拾行李啦但是呢大家都都都知道他就是要去对于呃赖清德的不管是演讲稿也好或是他未来的两岸的这个局势人事安排是要去跟这个美国老爸去报告的哈在赖在肖美琴才刚去也见了Rosenberg也见了 美国的相关的高层然后坎贝尔也跟了马朝旭也通了电话为什么Rosenberg还要巴巴的要赶在马英九去北京的这段时间的时候又要到台湾来哈我觉得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呢大陆方面认为在有关于 赖清德当选之后的两岸刑事过去呢透过美国的管道来截至 台湾当局啊来截至赖清德的这一招呢是已经是不太管用了哈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呢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其实一直形塑的呃不只是2758号决议案啊讲到台湾地位呢 未定还有就是他们不断的呃印太司令啊他们在台海之间所塑造出来的形式包括智库的谈话 包括才刚刚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情报 即特种小组的的访问团啊都强调的都是大陆呢有清台的有清台的行动和准备 所以你一方面呢希望能够控管两岸局势可是你一方面呢又不断的去塑造大陆呢是要有要去清台的这样的决心行动跟意志的 所以你到底在玩哪一招呢你今天呢你如果要去你今天呢如果要去节制控管两岸情势的话 你应该是要叫赖清德和蔡英文政府在这段时间以来不要采取任何挑衅的行动啊 可是不是按反其道而行所以既然如此所以习近平决定要透过马英九自己来讲话 而Rosenberg这时候来就是怕了这件事情当大陆呢觉得透过美国呢来控管这个台湾的这个情势这个管道呢 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素的这个影响呢他其实已经是不是那么管用了啊 所以习近平呢他就决定呢两岸的事情呢他就自己啊他要自就是两岸的事情两岸的人来处理啊 所以呢他要透过马英九可以这次跟马英九的会面啊把话呢讲清楚啊 他当然可能就要释放的呢其实是和缓两岸局势的讯息 那还有什么好我们就要等着来看而而对于美国来讲美国为什么担心 美国为什么怕好这个马席二会啊 嗯马英九要去呃大陆访问的消息呃一公开之后就是萧玉成一开记者会之后呢 其实AIT呢就非常的关切啊而且我相信呢嗯 萧续成我没有求证了哈我没有跟这个续成求证了哈 我相信呢萧续成呢在开记者会之前的时候呢 应该呢是告知了这个AIT啊因为那个依照这个程序来讲 这个总统卸任的这个总统他要到呃大陆去他一贯例 他都会先跟这个总统府去去报嘛去承报 然后呢那美国呢觉得两岸的这个事情上面反正任何事情呢 这个美国老爸都要插一手就对了啦哦 那上一次的这个马席会的时候呢呃 夏立言就是他们呢是在最后的一个时间的时候呢 原本是跟大陆方面呢是讲好了 就是说要去宣布之前的时候呢 他们才会告诉他们会告诉这个AIT啊 但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要走这个程序嘛哈 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呃有相关的哈 其实呢应该就是呢嗯 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啊 自由时报呢独家得到了消息呃 我我的研判哪可能搞不好是从这个美方 什么样的透露去透露出来的啊就AIT啊 或什么样的系统去透露出来的 或者是管内部有任何的这个系统呢 去透露出去的不知道哈 但是呢这一次呢嗯也这一次呢在马在消息层呢 公开哈呃召开记者会宣布马英九要去之前的话 我相信不管是总统府或是AIT都已经事前知情了啊 然后嗯不确知就是Rassenberger会不会是因为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最新的形势 所以呢就是马上就安排要再到台湾来来进行这个访问啊 否则的话很不寻常啦哈 因为消美情才刚刚去他干嘛专程干嘛专程来 然后呢呃如果说他们真的是很担心哈呃 习近平跟马英九的二次的这个会面 呃两岸啊就是习近平呢要把两岸的这个事物的东西呢 就是抓回到自己手上来处理呢要去减少啊 要去尽量的去减少美国的这种外力干涉的话 那美国当然就会不爽嘛哈 所以呢他们现在呢释放出来的讯息呢就都一直是 他们要和这个新的政府啊来强化台湾所谓的台湾的这个民主啊 啊坚韧的这个民主啊啊然后要去这个警告啊大陆呢不要去 去采取这种灰灰色地带的对台海的威胁啊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哈 呃所以我会认为就是马锡二会呢这个这件事情呢呃对于中美台的三边关系来讲 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政治讯号啊 7月1日 偊另外1日 3月1日 2日 9月1日 1月1日 5月1日 2日 1日 7月2日 1日